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6月12号 星期五 之前很多人都说 说川普就是支持白人警察 西洋白人警察 把黑人都弄死 当时我就说了 川普支持的不是 川普也支持和平理性 非暴力的游行 而是只是不支持你们的打砸抢烧 对吧 你们网上泼脏水 没有中 对吧 川普今天终于表态了 就是说应该禁止警察 使用压境的这种手段 川普周五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 表示他说在个别情况之下 例如警察要单独制服嫌犯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警察对一个嫌犯的时候 这种时候使用压境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多个警察就没有必要了 那你已经能摁得住了 对吧 他说压境的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无辜的 你不能说这个方式有问题 有些警察他的确需要使用这种方式 他说但是示威者要求禁止警察 使用这一动作 普遍意义上来讲 也是一件好的事 川普也这么说 川普并且表示会就此向各州政府 提出禁止警察的使用压制的 压制进步的建议 川普还宣布将签署行政命令 宣布全国警察部门在执行的时候 减少使用暴力 减少使用武力 减少使用武力的这种措施 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讲 我觉得终于他把这个话就说明白了 对吧 我当时也说 当时前两天民主党众议院的 这议长佩洛斯和参议院的少长领袖查克 出沫 他们共同提出了改革警队的议案 当时我就说 这个议案里边 你要这么说 里边有一部分 或者说有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瑞士的黑巧克力 非常好吃 但是有那么一小部分 他塞了一颗屎进去给你 你知道吗 他里面的大部分 其实我们都是支持的 川普也支持 像什么 强制所有警员 携带涉夺装置 禁止居骨石 像嫌犯锁猴 禁止警察在无知会下 直接破门入屋 降低警察 有限制的 豁免前的门 门槛 避免的有关法案 避免的有关法案 成为警察的免责金牌 这些其实我们都是支持的 川普现在出来了也支持 对吧 所以我觉得 所有人都不要误会川普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给川普去泼脏水去抹黑 川普一直态度都是这样的 他也认为 警察不应该过度的 过分的使用暴力 川普只是认为 不应该去解散警队 不应该没有警察 不应该给警察减少经费 他认为这个是不对的 对吧 就是说不可去改革警队 去限制警察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游行和平理性的示威 去宣泄自己的声音 发出自己的这种理念 这都可以支持 但是你去抢LV 去抢哭泣 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我想这次川普也终于出来了 把他的自己的态度说明白了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冷静下来 去分析一下 去听一听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要一味的就别人在这泼脏水 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是不是 稍微的就是说动动脑子 好吧 今天想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